他企圖要殺了那些孩子 然後他還可以回家睡覺 你這麼合理嗎? 為什麼可以交保? 兩萬交保 一萬交保 這樣子哪裡會痛? 你跟我說 哪裡會痛? 毒品耶 這些人真的是 沒有天涼到幾點 我真的是越看越火 你們有在Follow這新聞嗎? 這越看越火耶 做了 這個措施已經到法律制裁的地步 為什麼他可以輕易的就 就 沒事 就是他可以回家耶 他可以回家耶 他企圖要 殺了那些孩子 然後他還可以回家睡覺耶 你這麼合理嗎? Kini 謝謝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現在生育率這麼低 然後這些王八一直這樣子對待孩子 誰敢生小孩啊 你說這種事情發生在幼稚園 那女兒就幼稚園啊 你說誰受得了 你們說嘛 為什麼可以交保? 好 你就算要交保 你是不是要讓他 就是讓他 嘗到說 我做錯事了 哎呀 我 此時此刻 因為交保的金額超高 我做錯事了 所以我真的有 一心的覺得 那麼一秒 覺得自己做錯事 哎 兩萬交保 一萬交保 他是怎樣 這樣子 這樣子哪裡會痛? 你跟我說 哪裡會痛? 那是太火了 你們說說看 這種事情 層出不窮 是不是就是因為 罰得不夠重嘛 你到底有什麼 你到底憑什麼去殘害人家的孩子 聽說園長的小孩是大班 所以 那個毒就沒有到大班 有沒有這麼荒謬? 你不要說有小孩的有感 沒小孩看到這裡會覺得很荒謬啊 毒品耶 真的要確定耶 這些人真的是 沒有天良到幾點 你們就想 我就問 這事情不是說 我現在這個小孩不乖 不可理喻 我修理他 然後三天他的傷好了 沒事 沒事之餘 他可能會心裡有陰影 那你說這個毒就更可惡 他可能是一輩子的傷害 他如果對腦部有什麼 發展的這個影響 真的很過分耶